好,我們第一課去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關於生物這一課 Biology,生物其實就是一個科學去研究一些生物的科學 有不同的研究範疇,例如我們會研究一下生物身體的構造 第二,生命的周期,Life cycle 第三,生物的分類,生物之間相互的關係和環境之間和其他生物之間相互的關係和影響 我們先看看一些生物的特徵 生物有些特徵令牠可以維持牠自己的生命 和一些non-living things去做一個比較 第一,生物繁殖,reproduce 牠們可以透過製造牠們的後代offspring,令牠可以一直繁殖下去 動物或人類會生嬰兒 另外植物也可以透過種子,令牠可以繁殖下一代 在繁殖之後,那些年幼的個體就會有growth生長 牠會吸收食物營養,然後令自己的體型變得愈來愈大 和愈來愈複雜 另外動物、生物也需要獲取營養 植物可以透過光合作用,牠們能夠製造自己的食物 大部分牠們都不需要吃其他的食物 但是動物就要靠吃其他的生物獲取營養 吸收了的營養可以用來給牠的生長growth 或者去修理損傷了的身體構造 另外生物也會把食物分解,用來釋放能量 讓牠自己去用,這就是呼吸作用 Respiration 那些能量可以給我們日常的活動 或者一些可能化學反應都需要用到一些能量 另外生物也會有一個感應,對周圍的環境 牠們有不同的感覺器官,可以感應到周圍一些不同的刺激 然後可能會做一些反應 然後可能會做一些反應 這個Response 那這個叫做感應的能力 Irritability 另外生物也需要維持牠們的身體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態 那這個叫做Homeostasis 體內平衡 意思就是指要維持身體裡的環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會需要去做一個 excretion 這個 excretion 這個 excretion的意思就是指把一些新陳代謝的廢物 metabolic waste 是將它送離開我們的身體 那什麼叫做新陳代謝的廢物呢? 就是在身體裡邊透過一些化學反應所產生出來的一些物質 我們就叫做一些新陳代謝的廢物 例如在呼吸作用裡面會產生二氧化碳 carbond dioxide 或者在尿液裡面也有很多一些新陳代謝的廢物在這裡 那動物將這些的新陳代謝的廢物排走 就是這個 excretion 排泄這個意思 那跟中文這個排泄這個字有少少不同的 譬如我們說糞便可以說是一些排泄物 那如果根據這個英文這個 excret這個定義的話 其實糞便裡面的東西 不是我們身體自己透過化學反應做出來的 而是本身的食物裡面已經有在的 例如那些纖維 不過我們消化不了 那些纖維經過我們的小腸大腸 就被排出來 形成糞便 那所以如果根據這個定義的話 糞便不是一些excretory product來的 那為什麼要去學生物科 第一就是去可以欣賞我們周圍的環境 周圍的生物 和互相要尊重 另外有一個科學的思維去想 或者去解決一些問題 另外對於一些健康的議題 環境的議題 或者一些社會的議題 可以有更加好的了解 如果你學過生物的時候 然後 那我們怎樣去做一些生物的研究 這裡牽涉到一個叫科學的方法 Scientific method 這裡牽涉到幾個步驟 首先我們會透過觀察 然後去發現到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會去想一個hypothesis 一個假設 一個假設 然後去做一些預測 然後我們透過一些實驗 去測試那個假設 究竟是不是對 然後最後就給一個結論 conclusion 這就是科學的方法 那幾個步驟 如果我們的實驗的結果 是跟我們的預測吻合的時候 那麼hypothesis 就證明是對的 但是如果實驗的結果 是推翻了我們的假設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就要再去想一個 新的hypothesis 然後再可能要做另外一些實驗 去試一下再證明那個新的假設 究竟是不是對 那這個就是科學家去做一些科學的研究的時候 那幾個步驟 那些蝙蝠 他首先觀察到一些現象 譬如蝙蝠可以在很黑的環境 都可以飛 但是又不會撞到周圍的東西 另外他們的眼睛很小 但是他們有很大的耳朵 那這些就是他的observations 那跟著開始要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蝙蝠就算在很黑的環境 都可以避開一些障礙物 不會撞到牆 然後去想一個的假設 他認為在這麼黑的地方 其實他不是靠眼去感應周圍的環境 他可能是透過聽覺 去令他可以避開一些障礙物 不會撞到 然後去做一個假設 做一些預測 他用一些蝙蝠去塞住他們的耳朵 看看他們會不會撞到東西 然後放回他們的時候 然後去做一個實驗 去證明這個假設 究竟對不對 他把蝙蝠分成兩組 一組我們叫做Experimental Group 他們是沒有塞住耳朵的 另外一組我們叫做一個Control 一個對照的組別 他們就被蠟塞住耳朵 然後放回在黑的環境裡面 那這個Control Group 或者Control Setup 對照的實驗就是 跟我們的Experimental Setup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們研究的這個Factor 就是沒有了 例如我們現在在研究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聽覺去感應外界的環境 令他避開一些障礙物 那這個Control Group那裡 那些蝙蝠 就被一些垃圾住耳朵 所以他們就沒有了這個聽覺 至於Experimental Group 就會沒有塞住耳朵的蝙蝠 所以他們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比較這兩組的蝙蝠 實驗的結果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證明 是不是真的靠聽覺去避開障礙物的蝙蝠 那在這個測試裡面 我們有一些不同的Variable 一些變數 比如第一個叫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們研究的那個Factor 例如這個蝙蝠 是不是真的要靠聽覺去感應這些障礙物 其中一組的Experimental Group 就是可以聽到 而Control Group 就是聽不到 因為那些蝙蝠塞住耳朵 那我們研究 Sense of Hearing 這個 這個變數叫Independent Variable 第二個叫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們量度的那個變數 我們要量度的就是 看看蝙蝠會不會撞到東西 至於其他一些我們叫做Controlled Variables 就是我們在Experimental Group 和Controlled Group 都要保持在不變的一些變數 例如兩Group的蝙蝠的大小 房間的光暗的程度 或者裡面的一些不同的其他因素 我們都要保持不變的在兩Group裡面 那這些就是一些Controlled Variables 然後做完實驗 我們看回結果 Experimental Group的蝙蝠不會撞到那些繩 但是Controlled Group的那些 它們就會撞到那些繩 所以 他給回結論 因為 實驗結果 是support它原本的假說 所以他給的結論就是 那些蝙蝠真的靠這個聽覺 去避開一些障礙物 我們可以看另一個例子 一個科學的研究方法 有一個的講法就是說 如果那些三果 譬如木瓜 是比較生的時候 我們放在米缸裡面 就可以讓它快些熟 那這個的觀察 我們可以試試看 那目的就是想看看 那些米是否真的會令到那些 木瓜 是會快些熟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研究的那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想研究的那個問題 那這個假說就是 那些米真的可以令到那些木瓜 是會熟得快些的 那他就比較一下兩個木瓜 一個就是放在有米 有米的一個盒裡面 另外就沒有米的一個盒 那比較它們成熟的那個速度 的快慢可以 那這裡我們做一個預測就是 有米在箱裡面的那個木瓜 是會成熟得快些的 那也都我們去辨認這些不同的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們研究的就是 究竟有米是否真的會令到那些木瓜 會快熟些 那所以我們改變的就是 就是放不放些米在箱裡面 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們量度的那個變數 就是那些木瓜成熟的速度 至於其他的都是一些 Controlled Variables 例如木瓜的大小 容器那個箱的大小 或者開頭那個木瓜的 生的程度都要一樣 這些 那麼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些變數 那麼 那個In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就是分開兩個箱 其中一個箱就會有放米 另外一個箱就沒有了 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就是看一下木瓜 我一天去觀察一下它 看看它那個成熟的程度 那麼我們會做一個Control的setup 就是 這個箱裡面是沒有米的 但是其他那些 但是其他那些 Variable 都要一樣 也有些 一些假設 在這個實驗的研究裡面 我們假設那兩個木瓜 是一樣 同樣的 另外 這個箱裡面有米的 其實它會少了空氣的 那麼我們假設這個空氣少了 不會影響到那些木瓜的成熟的速度 那麼我們都可以想一下這個實驗 那個步驟是怎樣做 還有一些什麼的預防的措施 那麼我們找兩個箱 同大小的箱 其中一個就放了一些米 然後把一個 都是相同的 生程度的木瓜 放進箱裡面 有米那個 我們叫做一個Experimental Setup 因為 它是有我們研究的那個 Factor在這裡的 有米 沒有米那個 我們就做一個Control Setup 然後都蓋上蓋子 然後放它一個星期 然後每一天去看看它們的成熟程度 那麼我們可以用一些數字去表示 這個數字越大 代表是 那個成熟 或者黃的程度 是越大 那個木瓜 那最後 那最後 結論 可以給回 有米 或者在這裡 The presence of rice does not speed up the ripening of papayas 因為我們看回剛才上面的實驗的結果的時候 你會看到 其實有米沒有米 它們那個成熟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 我們那個實驗的結果 就不支持我們那個假說了 好 跟著最後就是 關於 一個叫Nature of Science 科學的本質 那這裡就是說回究竟 那些科學家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有些什麼的價值觀在裡面 例子就是 Raddy這個科學家 那當時他們在他生存的那個時間的裡面 那些人是普遍認為 生物是由一些non-living things 那裡是演變出來的 他們會相信一個的說法叫spontaneous generation 這個自然發生 這些生物是會由一些死物那裡 是自己吐出來的 那他們會看到一些現象 比如他們發現一些肉 放在一段時間之後 上面就會生了一些 Megos 一些椎蟲 會生出來 他們認為這些椎蟲 是舊肉那裡自己會吐出來 一個spontaneous generation 有一些non-living things 就是肉 是會吐出一些椎蟲 出來的 那當時Raddy就觀察到這些現象 他就是看到 其實那些肉 在放在那裡的時候 如果沒有東西被蓋住的話 其實會有些烏鷹會飛過來的 那他的假說就是 他認為那些椎蟲應該是那些烏鷹 在肉上面生了一些蛋 然後枯化了 是走出來的 那些椎蟲 所以關於這個科學的本質裡 第一個我們要 對一些觀察 要補一些懷疑的態度 或者其他人的說法 然後他就會去做一些預測 如果真是 那些椎蟲在那些烏鷹生出來的話 那如果你可以用東西隔開那些烏鷹 那肉就應該不會有椎蟲走出來 那他做一個實驗 然後 這個experimental setup 就是一個瓶 裝上肉 但沒有蓋蓋 那些烏鷹就能飛進去 那些烏鷹可以飛進去 那些control setup 就是用一個箱和瓶 也都放了一塊肉 但是就用一塊布 去包著 蓋著瓶蓋 那些烏鷹飛不進去 那些烏鷹也能飛進去 因為他要去想這些實驗的步驟,怎樣去做,或者假說都需要這些想像力,或者創造力 Creativity,也要想想怎樣設計實驗,然後細緣結果出來了就是,沒有蓋蓋的那個瓶,肉是有追蟲生出來的 但如果蓋著布的那個,就沒有追蟲生出來的,所以結果也支持Reddy的假說 但當時的人可能未必相信這件事 有另外一些科學家的一些實驗,他去煲一些的湯,煲滾了它,然後蓋蓋 發現,隔了幾天後,那些湯都會生了一些微生物 他認為那些微生物都是自然產生的 後來另一個科學家,Spauland Shani,他也做了另一個實驗,他改良了Nidham的實驗 他煲了那些湯,煲了很久,然後封了那個玻璃 那另外一個experimental setup,他就煲了那些湯很久,一段長時間 但就沒有封那些玻璃的最尾 那搞了幾天後,他發覺,沒有封蓋的那個瓶,裡面的那些湯 會有微生物生長,但如果封了那個玻璃瓶口的話,就沒有微生物生長 所以這個實驗的結果也都證明了,那些微生物不是自己吐出來的 而應該是會是經過空氣進入那個瓶,是令到那些湯是變壞的 那後來也有另外一些科學家,再做另外一些實驗,去證明 是的,這個Sport & Schenney,他那個實驗的結果 那所以一些科學的研究,其實是不斷進行的 譬如Ready,他就去做一些關於這個spontaneous generation 就是一些生物,是由一些死物生出來的 那其他科學家,例如Sport & Schenney,又會去改良另外一些科學家的實驗 所以這裡有看到科學的本質就是,那些科學家可能 是之間會有一些collaboration,去用之前的科學家的一些實驗的結果 去做一些改良,然後去設計一些新的實驗 所以,我們在整個武功學院的學院 其實在整個醫院,從中途中途中,在我讀四年 就有了,我也要講會受到家啊 所以,你能夠修飾一下 所以,我來看看,有一個內容